用了十八年时间 手搭红馆开演员 周国然来到美场特别感触 在献唱天使之前 真情否白埋藏已久的心底话 当年在拍拖 今天写了这首歌给他 经过了这么多年 现在回头看 我挺幼稚的 觉得很自私 当时十几岁 经常看了一些人剧 冷浪漫的 为何你不了解我 你不理解我 整个世界的中心在自己 原来从来没有放在 经过这么多年 我才明白 原来从来没有站在他的角度 去看自己 对 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已经不认为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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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 而不是这么自私 寫给自己 听 那个结局 又会否不同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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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年 一年半前 就已经分开了 但始终 他又不是公众人物 我都不想 将这件事变成 好像很 要宣布 所以我都是用音乐去解释 我们依然很心爱对方 因为我都很感恩 他和我度过了18年的 21年的光阴 我们现在的共识 是选择了另外一个方法 去继续爱 我亦都会继续履行 做爸爸的责任 直到老为止 所以大家不用再担心 那女女对这件事 是 她们没有说 就照上营业 她们很开心 因为最初会有点不习惯 但始终我们都会继续联系 所以其实到她们 我永远爱她们 这件事是不会改变的 那女女的家太太辛苦了? 这个始终是比较私人的问题 所以我都是想留点空间给她们 Andy说 美场开演示时突然很紧张 全身肌肉绷紧 连声带都受影响 所以他很佩服 可以在红馆 开超过10场演示的歌手 而说到美场哭不停 Andy都说 此料不及 我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今天 我真的… 好像我将18年的… 所有要说的东西 好像一晚释放出来 那有没有想着进行拍拖 今天很想… 很想拍拖 所以希望今晚如果发现好 希望可以… 我会继续继续练好自己 写多些好歌去… 是的… 好… 好…